海基會昨天與中原大學合辦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 多家知名台商涉攤參與 超過一半詢問的求職者是來台念書的陸生 中原大學兩岸交流中心主任王明成指出 陸生有當台灣人和大陸人溝通橋樑的優勢 台商愛用陸生將會成為趨勢 而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指出 來台灣學習的陸生 或到大陸工作學習的台生 都是台商未來要找的對象 中原大學學習的陸生